明镜与点点栏目 乐器哪里买 大家好 我是白董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 府城台南美食之都 带大家到一间 我从来都没有去过的乐器行 欸 厉害吧 那为什么我会来这间乐器行呢 是因为朋友跟我讲说 这间乐器行 非常地厉害 叫我一定要来拍拍看 所以我们一起出发 看看有多厉害吧 GO 那我们来到了台南的爵士乐器 然后欢迎我们今天 帮我们介绍的店长小凯 凯哥我刚看一下 你们这边是什么东西几乎都有 还好就多少都做一下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 跟其他地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边我们的老板是不在的 所以就是由我们工作同仁 一起来经营这样子 所以就是老板不在 所以天天特价的概念 我们是真的老板不在 不过我们也没有那么夸张 天天特价 可是我刚刚看到外面有一些东西 有在特纳的 因为现在刚好是我们年底的时候 那我们公司就是一年一度 都会做一个年中大出勤这样子 好那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在外面 现在在他们的店的外面 大家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这只夹多少钱 被大扣那里更离谱 200 所以说凯哥你们老板不在 你们就这样玩就对了 没有就是刚好有一些 库存出新特卖的 因为我们公司有批发布 那有时候一年下来 就会累积掉一些 有可能有撞到的啊 或者是被客人敲到的 或者是被吊漆的 然后就是外观瑕疵单都还能用 对 然后就便宜卖这样子 没错 那你这里面有面单的吗 有啊 这两把 意思多少钱啊 1200、1500 对 面单的哦 1200、1500的面单 全新的只是说外观上的瑕疵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那里还有什么 股帮啊 股价啊 都超便宜的 有没有 我想问一下 那你们这个是年底才有的吗 对 一年一次 我们从4、5号开始 然后到过年出息前 那你怎么不会想说就是 过年那个时间也来出勤一下 因为我们要休假 有不然我想那个时候 大家有点同胞 好那凯哥你带我们来逛一下 你们这边有什么东西 那首先我们看到这边是我们的 琴带区 这边都是琴带 超多的 我们公司有做 bono琴带签约 那市面上算是比较红的琴带 那你们这边最便宜的琴带是多少钱啊 最便宜的有180块的 这边的袋子从几百块 然后到 180到8000 都有 这些是放效武器的case 是 凯哥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1200、1500是什么 这是小提琴 也是年终促 不是盒子哦 这个不是盒子 里面有 对里面是有东西的 它是新的没错 但是它有的可能有一些漆没做好啊 比较不纯的 但是没关系啊 这个1500嘛 大家就当作是 买盒子送小提琴 光盒子应该差不多这个价钱 那你们也有这个嘛 就是TA12 就是给大妈广场舞街头一人用的这种音色 没错 充电式音箱 它可以 像行李箱有的头 提吧 一个就可以 这个产品也有附那个无线麦克风吗 没错 它也可以直接无线蓝牙 或者插记忆卡 对啊 所以说还蛮适合当街头一人做实用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柜台 平常就常住两个工作人员 一个是我们的美编 振迁 那还有我们的遗体 基本上这间公司就是由我们几个员工一起去经营的 老板都不在 我们老板一年会出现一次 过年发年中那时候 那时候出现就好了 那后面这边大概是什么东西啊 这边的话就是像调音器类的 然后还有一些管乐的配件 主要都是以配件类为主 然后还有一些录音用的电源线啊 那这边的话还有我们的PIC 也是一些小的零配件类 跟那个卡主题类的 对这个是卡主题 再来的话我们琴架的展示 我们琴架都有实体做展示 麦克风架吉他架还有虎架嘛 对直接现场就可以测试看稳不稳啊怎么样 而且这边还有名牌 来柯利斯的 再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精心策划宅路的一个端区 因为最近这几年宅路要越流行 满多录音界面的 那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像 咖雷小红啊YAMAHA的BINBERGER的UR系列 那还有这个是NI系列的 它这间公司在录音软体方面还蛮红的 比较高端的还有APPOGE 那上面还有铁三角的耳机的试听 这边我看我也知道 这边都是吉他的保养品啊 就是我看过乐器行里面摆最多吉他保养品的 真的不夸张 GUNNAP啊Music Noble啊这些全部都有 超级多 那接下来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 宅路用的麦克风的部分 有常见的几个牌子像神黑色啦 张惠妹的小白就是个品牌吗 对没错 其实我们有卖过一次 那很贵吗 42万 想要成为张惠妹你要形容一次有42万 好酷喔 那我们像动圈的 然后电容的啊 还有直播的也有 主要是以录音的为主 但是直播的和舞台的还是都有在做 这边还有看到那个啊 SE的 还有我们服录的麦克风 这个算市面上比较少见 但在国外算比较红的一个产品 那之前上网看评价还不错 所以有特别印记 那这一柜呢凯哥 这一柜的话主要就是以吉他的零配件为主 那我有看到有实音器嘛 对 SIMBLEDUNCAN的实音器啊 LRBag 对啊 木吉他实音器在这边 那这边是电吉他的实音器 那这边也有帮忙安装或改装吗 对 我们有在做改装安装服务都有 超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各种旋类的配件区 然后上面是导线区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超大一片的 那这边的话就是有我们的一些安全杯扣啊 然后一些一跳甲的产品 然后这个是老鹰牌的安全杯扣 我之前有在日本有看到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帅 我就一个买了1200回家 结果过没几天厂商就跟我说 他们有新款的 只要800块 我看一下 台湾比日本便宜 哦 新款的 那再来这个是 Dada Rio的新款的安全杯带扣 他拆装是用转的 所以他的安全性会再高一点 可是装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没关系啦 反正你要买的时候 都是店家帮你们装到好了 对 那接下来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就是鼓区 我们前面的话有帮我们就是 各种牌子的电子鼓 那像这个Roland的话 我们有前系列的电子鼓 最新的那种贵的都有 对都有 不过我们只有摆一种 因为大部分客人来 只要讲Roland 他们就直接搬走了 我们就不用特别展示 那另外的话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就是Casbo这个品牌的电子鼓 虽然CP值蛮高的 坦白说我第一次认识白董 就是看到他有介绍那个 Casbo CSD500的电子鼓 我之前有一个影片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时候就买了一组来开箱 价格不高就有全网状的鼓品 我们有全系列Casbo 现场都有看的 角落的话就是YAMAHA电子鼓 那边还有一些鼓带 大家可以看一下 鼓的配件跟包包 这边也是一些鼓的零件 比较常见的 像TAMA的DECENT的 给大家看一个很酷的东西 超大鼓棒 那你们这个有卖吗 我们这个有卖啊 你如果那个阿嬷要煮那个大锅面线啊 你可以拿这个回去拉面 拉钱 那这边是我们的鼓区 那我们都有尽量做实体的摆设 那这边下面的话就 我们的铜把啊 还有一些踏板 然后一些双踏 我们现场都可以做试彩 后面这边就是木箱鼓 主要还是以一些平价的木箱鼓为主 拿起来就可以撕敲了 那这边是鼓棒的部分 而且这边鼓类的东西算是蛮齐全的哦 那再来的话 鼓区类的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间听喇叭的试听的专区 那其实像一般的传统的店家就 比较没办法去摆设实体的间听喇叭试听 那我觉得间听喇叭的话 一定要听过 你才会发现到其实它跟平价 或是网路上一些评议都会不太一样 比较常见的就是 KRK啊 Free Sony的啊 或者是Aden的 YAMAHA的 HS-5 跟FORSTASE 跟JBL 编的全部都可以试听 全部都可以试听 那你购买的话 当然就是拿新品 那这边就是展示的 这边是真的蛮难得的 因为一般如果在约翔 我看到监听喇叭 它都是只有装成箱子而已 全部拆起来摆上去 这些喇叭就拜拜了 是因为老板不在他们才这样玩 对不起 那个 已经来不及了 那接下来的话 这边是我们的监听耳机的专区 有各种的监听耳机 凯哥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哦对了 还有这个 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哦 Sennheiser HD800S 凯哥 你告诉我们观众朋友 这两个东西 实体买下到多少钱 这支耳机的话 零售价是6万1 它的耳廓的话是6万3 所以说这一套 12万4 然后在这边是可以做试听的 这个其实有个小故事 就是我还没当店长之前 我很想要试听这支耳机 但是在南部 完全找不到任何 可以让我试听的地方 然后后来刚好这个机会 我就 为了一集私欲 就把它进进来 可以让大家试听 顺便感受一下 就是高档耳机的话 跟一般评价耳机的差别 这一集 老板不能看 你会发现那个 桥凯店长 为了自己的私欲 弄了监听耳朵 那个很好的耳机 这样 这是我们全体员工 讨论出来的结果 我们觉得这个有市场 真的是这样 会重 好啦 不要再解释你的缺行 还有这边的话就是 MIDI Keyboard 比较大台的话 我们会摆在这边 然后这边的 Keyboard跟电钢琴 是有做展示的吗 对 那种插电 就是如果你想试的话 直接开电 我们就可以试了 还有这种是那种 卷起来的对不对 对手卷式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几年比较红的一个产品 收起来就差不多这么大 然后你要不要再打开来 这边电子琴类啊 或者是 那前面有这电钢琴 都有实体的机子 可以让大家这边来试谈 我们这边还有 比较小的 载入的设备 就是MIDI Keyboard 还有MIDI Control MIDI Control的话 就是像Core格的 那还有Lounge Key的啊 或者是 iRig的MIDI Keyboard 有目前市面上 就是比较红的产品 我都会尽量去 满足各位 就来这边都看得到 下面有一些 电器品牌的T恤 也是个人的兴趣 有Fender的 iPhone比子 然后一样 国外比台湾贵 我又是买贵的那一个 那这边是我们的 乌克莉莉的专区 我们主力的商品就是 收顶的乌克莉莉 那CP值还蛮高的 音色也不错 做工又细致 如果兴趣的话 来一遍试谈对不对 没错 那这边就是书嘛 对 讲到这个就比较感慨 因为现在看书的人越来越少 大家都是网路上抓捕 所以这边应该过不久之后 我们就会特卖 然后裁测掉 摆别的东西 好然后来 后面这间就厉害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边应该是 白董比较喜欢的 高阶吉他的专区 我们先进来看一下好不好 那接下来各位看到 这边是我们的一些高级琴 比较常见的就是 像Teller Martina 或者是Yamaha 这里面都比较属于是名牌系列啦 但是我怎么觉得有 木捆珠 有一个奇怪的东西混在这边 18,800 它本来应该是要在外面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公司自己代理的品牌 叫做Yabora Heart 这个是近年在对岸算是 蛮火红的一个吉他的品牌 那我觉得CP值还蛮高的 做工又漂亮 就有特别的影镜像 然后再偷偷摆在这间民情室 让你不经意觉得 看到那么贵的 这一把那么便宜 好像没有太差 就可以买 反正要找Martin Taylor 这些虚滑的品牌 你就来这边 对 我自己也有这些很虚滑的琴 对 这个大品牌是一定要的 那我们像这种我们刚刚的琴房都有那个 全天后的 服饰的处理 好那我们再出去看 这间真的超大楼 那我们刚刚看完了那个 比较恐怖的那一间 然后这边啊 就是一些比较平价的木吉他款嘛 这边就比较有亲和力了 这边的价位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也是有各种的品牌 像Soding啊 Ultra 一些比较平价品 那Soding的话是我们公司自己 就是主要代理的产品 那它的特色就是有手刷漆在上面 各位看一下 刷完漆在上漆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外观的触感感觉就不太一样 而且价位其实非常静的 所以这外面的琴 大概最便宜的是多少钱 手刷系列我们最便宜的有2,900 以价位来讲算是 蛮有亲和力的 就是压力不会那么太大 对于书学者来讲的话 你有蛮多选择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 其实隔壁一条也都是木吉他 现在全部一楼的木吉他加起来 它有将近200支现场展示 而且刚刚感觉有分类 像它现在我们走到第二排来 它这一条就是属于那种 旅行吉他嘛 然后这边就是5点 然后这边是电吉他太多了 所以说就 电吉他太多了 所以放这里 对 我们老板娘说这是亲门打齁 就看不到木吉他的位置了 因为本身是弹电吉他 所以多少就是有点私心 凯哥 大家刚刚我看到一把很特别的吉他 凯哥你可以拿这把给我们看一下吗 大家觉得这个琴头 有没有很像什么东西 凯哥不好意思 这个品牌怎么念 赛亚 所以这把吉他叫 赛亚 它的琴头的形状真的有点 有点像 这算是工厂的试作品 好特别哦 大家可以看这个桶色 特别大特别小这样子 然后这边 我刚刚有看到这边还有一些 YAMAHA的单板木吉他 NEWNEW 还有设定的比较高阶的系列 这边都面单了吗 对 那这边是我们的维修的工作台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店员 正在维修吉他 现在应该是在换可变店主 像这一边就等待维修嘛 对 有的是等待维修或保养的琴 我们就会放在这边 那后面就是我们比较店类的产品 电吉他啦 音箱啦 等等 我们刚刚有一间很贵的木吉他区 对不对 这边有一间 很贵的电吉他区 对吧 这也是你个人兴趣 老板不在对不对 诶 这个是老板盖给我 所以不能怪我 对对对 而且 这边好像都是有非常多的效果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都是电吉他的效果器 对 电吉他和贝斯的效果器 都在这边 帅诶 那这边也就是比较高档的电吉他 对 这边主要就是以每日厂 组成的原厂的为主 我们有像ESP的啦 Gibbson的 一些Ibanez的日厂 然后这个是每一厂的 Finder 是的 没错 每一厂的Standard跟 目前停产的Vintage系列 今天还 我个人的最爱Vintage的声音 Vintage 652跟70 59 没有57 57已经停产了 大家想买57 我也想进57啦 大家都想要57 对 找不到了 而且这边啊 也有一个厨师机在这边照顾 这样子 这边Custom系列 有日本的J-Custom 还有ESP的Custom 跟Finder的Custom Shop 各种卡啦 竟然买回去回家 就被老婆打断一只卡 这样 现在可以过来看一下 这边是我们的 音箱区 哇 好多喔 这个是我们市情专用 OVERA的 那里面的真空管 我有把它换过 换成一般比较常见的 JJ管 欧美管 那这样的话 可以确保我们 就是客人 他适到的请听到音色 是比较标准的 所以他这个音箱的优点 就是没有特色 比较原音 对 特别精心改造过 然后这边的话 是我们的 家用型的音箱 比较常见的 像Marshall的 Vox的 Laney 还有 又是英国话 现在好像音箱 几乎都是英国品牌 这样子 那也像一些 有比较平价的 像汉音 这个也是我们公司 自己代理的小音箱 那售价的话就 跟其他名牌比起来 就便宜许多了 2000多块而已 初学者入门的好朋友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边就是 比较大颗的 表演用 或者是你家里很大 想要比较好的效果 买点东西 最后开始经营 那我们刚刚说 你们木吉他 大概有近200支的展示 来电吉他了 大概也差不多 200支 超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喜欢 iPhone里直的 这边 跟这边 都可以让你的新台币 离家出走 如果看不够的话 哇 这些也是哦 对 这些里面还是新的 对 里面都是新的 如果外面没有看到喜欢的话 就是 这边还有别的型号 对 我们UBI的弹药 超酷的 大家可以看 这一条啊 也都是 满满的 电吉他 然后好像有电贝斯 对啊 这一柜 这两盘 就是以电贝斯为主 那其他地方 都还是以电吉他为主 但这边的 应该就 比较很多了吧 对 我们这样外面 摆的电吉他 有哪些品牌 那上面的话是 EB Phone的 那 后面这一条的话是 PiS的 那在最后面 还有YAMAHA的 新款的 Riverstar系列 那下面这一条的话 主要就是 以入门款的为主 也有Fender的 那个入厂嘛 对 那这一条的话是 日本的 巴克斯 日本巴克斯 在台湾可能比较少见 他们是以 手工琴为文明的 一个品牌 我们算是 DEP跟常常讨论合作 进口巴克斯的 乐器行业 虽然说 平价 不过外面的 其实这些单价 也算蛮高的哦 这边的话 就比较高一些些的 这边就比较平价 然后刚刚我们有看到一个 超好玩的东西 凯哥你会跟我们讲说 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看一下这个 一斤五百当菜市场在卖 就对了 对啊 我们那时候想一些 比较有趣的活动 那请问这个是 一斤五百是台斤还公斤 台斤 只要这一区的都是用秤的 没错 这个帮秤还特别为这次活动去买的 全新的哦 我们来看一下一把吉他放上去多少钱好了 好我们现在拿了一把地桶 比较大支的来秤一下 这个就不是像外面那些 可能被客人撞到 这是完全的全新品吗 对 这是库存品 这样大概多少 三斤 没有超过一半 就是一千五百块 这一个 一千五 全新的 我觉得 大家可以来检检看啊 那个铜把我刚刚看还是有品牌的哦 MILO的铜把 我们来秤一下铜把多少钱 MILO不到两斤 快两斤 就是一千块 一千块 那像这个原价多少钱 这一款的话应该是 四千多块 真的变成回收用秤的 对 太久换新 太久换新 那今天很开心来到台南的爵士乐器 然后也感谢小凯店长 来让我们来逛一下这一边 那这边东西其实真的非常的多 不管你要找吉他价啊 然后Keyboard啊 布吉他 电吉他 这边贵的便宜的 全部都有 加上他们现在有 年中大厨倾 两百块 然后一千出头的面单 虽然在特卖的有一些 有点外观小瑕疵 但是其实对于 预算有限的朋友来讲 那个非常的划算 然后这边东西也蛮多 就是凯哥自己的兴趣 弄出来的展示 有想要买监听啊 或者是耳机要试听的 也可以来这边 走一走逛一逛 然后呢 凯哥说 因为他都有看我们的节目 他也准备了礼物 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 那我们这次就准备了三把吉他 让观众朋友做抽奖的活动 那特别准备的是 我们公司代理的 收定的手刷器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那个凯哥这次跟我们说 准备三支 这一把大概市价是三千两百块钱 三种不一样的颜色 然后抽奖办法一样呢 放在我们的影片的说明栏底下 今天很开心来到台南的爵士乐器 记得有空啊 可以来晃一晃 这边真的超像小北百货的 好 那我是白董 然后这是小凯店长 我们下支影片见 都是下台阶段的这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